這個請教至聖剛剛看到的是習近平公開講打土豪分田地 同時呢北京當局還有最新的文治玉 是沒有錯打土豪分田地這一句話 其實在中共的歷代領導人最近已經很少聽到 他講說新民族主義革命時期 那是1927年共產黨剛起家不走的時候 走武裝革命路線 要打倒這些土豪把土豪分給窮人 那時候用的這樣子的一個口號 習近平竟然在這一場所謂的脫貧攻堅的表彰大會上面 用了這樣子的一句話 讓外界引起很多的遐想 第一種想想當然認為是 那是不是要像這個中國的民眾說 你看我習近平跟毛澤東一樣的偉大 把這些錢這種打貪之後分給民眾 這是一種可是更多的想法是 習近平你是不是在做一個造神的運動 因為這是毛澤東的口號 那我們可以看到習近平最近的做法 包括了這個打土豪分田定 這樣的說法 包括了之前特別去紀念華國鋒的 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再包括了在今天的這個表彰 這個脫貧攻堅的這個大會當中 竟然自己自吹自擂講說這個脫貧 是表彰史冊 標秉史冊的人間奇蹟 這種一個再一再的這樣的說法 是不是為了要習近平造神 那這個造神的目的當然很多人就認為他是建制短期 當然是這個建黨100年 長期是明年的20大 甚至有人都懷疑說會不會建黨100年的時候 我們不小心看到習近平造神造的太成空 把他的肖像跟毛澤東一起放在天安門前面 甚至外媒有這樣子的一個看法 那可見得習近平是急於造神來鞏固自己的這個政治的合法性 問題是除了造神之外另外他要做什麼做肅殺的動作 他肅殺的動作做了這件做兩件事情 對內對外 對外他啟動了所謂的天網2021 講得很明確哦 他的對象是什麼 他的對象是層級更高 然後這個貪腐更多的這些人 那講的是誰 但是很清楚嘛 這層級更高貪腐更多 那不就是建制紅二代嗎 特別是把這些錢已經捲款逃到海外的紅二代 是不是在政治這些人要做更進一步的肅清 所以我們都知道這樣天網2021的情況 其實跟當時的獵狐行動是一樣的 主要的針對對象就是這些所謂的異異分子 所以這是對外 那對內做什麼 對內讓人很訝異的是竟然搞起文字語來了 這一開始是日本的一個動漫 這個動漫當中裡面有一個脆字 那突然間發現這個脆不見了 那變為什麼不見 後來他解讀這個脆啊 其實你把它分成三個字來看是什麼 習習足 因為那個中國的這個習是簡體字嘛 就是上面那個語的一邊 所以你把分成三個字變成習習足 所以脆這個字不能用 結果在微博上面脆完全看不見 那後來那一直搜尋這個脆字找不到 就變成是習習足是習 習近平要死兩次兩次的意思 那找不到之後全面被封殺 後來有人在批評這脆的地名啊 人民出現了 可是如果你在微博上面key一個詞叫做 祈祟祈禱祈禱的祈喔 你聽祈禱是什麼祈禱 習近平死兩次 這樣子是你看到微博上面 看不到這樣的字眼 代表什麼北京 對於這種所謂 呃習近平相關敏感字眼是全面封殺 風聲鶴唳 也代表習近平內心的一個脆弱 跟政權的一個不穩定 好那我請教越中喔 剛剛講到習近平都直接公開談論喔 捍卫打土豪分田地 那当年是土豪 那大地主 现在是大老板 大企业家 而且呢 这一轮追杀马云 确实也有杀鸡敬猴的作用 确实 我们讲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这个黄光玉 他曾经有三年是中国首富 他是国美电器的创办人 他在2010年 因为贪污跟挪用资金 以及炒股案就被捕 那时候是判刑14年 可是到今年出狱了 应该没有14年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狱中 曾经两次获选什么 监狱改造积极分子 很奇怪的东西 讲白一点就是变乖了 所以因为这样子减刑 所以在今年2月16号出狱了 出狱以后 他整个人就不一样了 开口闭口都是说要爱国爱党 就大家就是很奇怪 根本跟他入狱之前 完全不一样了嘛 所以很多人就猜 应该是看到马云的例子 尤其马云现在生死不明 虽然之前有露脸过一次 但是那个都是录影的 天想的那什么时候录的 所以显然黄光玉 很清楚一件事情 留下命才是真的 其他都是骗人的 爱国爱党才能保平安 对尤其你看我们在上个月 曾经跟大家追踪 像那个钟闪闪 目前的中国首富 以及李舒福 吉利汽车创办人 都突然请辞 显然都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所以我们谈到马云的问题 马云最近他的阿里巴巴 好像突然翻身了 什么事情 就在我们刚刚的影片看到的 就在这个全国脱贫攻坚的 这个表扬大会当中 居然有阿里巴巴 说阿里巴巴也是这个 所谓的攻坚的先进集体 那媒体说是因为 他有三个关键字 叫做脱贫致富升级 简单说就是有 就是有功了 所以他想说 是不是马云要翻身 阿里巴巴要翻身了 那这还有待时间观察 但是摆在眼前 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 之前中国都在封杀阿里巴巴 所以很多的国际投资机构 尤其是很多美国的这些 避险基金或者是私募基金 都开始大抛阿里巴巴 光从去年11月 他开始出事之后 到现在一共被抛了高达 1亿股之多 而且如果以实际的股价 以在美国挂牌的阿里巴巴来说 我大概算一下 截至昨天大概跌掉了 百分之二十五之多 大家知道过去这段时间 如果昨天不算之前 美股都是一直在创历史新高的 所以阿里巴巴到底有没有活过来 大概还要有时间观察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 最新的富比是香港富豪排行榜出炉了 那首富居然又是李嘉诚 而且李嘉诚光去年一年 他的财产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之多 你看到比第二名的李肇基 整整多了大概五十亿美金 大家看这个表里面 通通都是美元计算 那这其中我们就不一个一个去念 几个我个人观察到的 第一个都很老 超过九十岁的有五个 前十名里面 第二个还是在香港 当然地产业还是最多的 那再来就是第十名 居然是谁呢 居然是蔡崇信 出生台湾 可是就我所知 蔡崇信现在应该是美国籍 怎么会被列到香港的富豪榜里面呢 是不是他也有香港籍 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提供大家参考 好那我们看到李嘉诚 我们刚刚说他去年财富 增加百分之二十 可是特别注意到 真正他的旗下的 大家知道的 合金黄埔这些公司 其实过去年股价都是跌的 那他为什么还能够增加这么多钱 因为他投资了很多的科技股 其中最有名就是Ru这家公司 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 所以现在大家都用视讯 而Ru这家公司呢 就媒体的说法 大概让他就赚了一千亿港币之多 所以你看光Ru的部分 他现在这市值有七十四亿美金 不只这样子媒体在讲 他还有那个做疫苗的公司 准备要挂牌了 他说这疫苗公司上市之后 李嘉诚的财产 至少还可以再多好几十亿美金之多 好那在刚刚讲到说 香港这些富豪很多都是靠房地产 好那中国当然过去这些年 房地产真的也涨得很凶 可是现在出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居然有人要免费送房子给你 唯一的条件是你继续帮他付房贷 看起来好像很合理嘛 可是呢我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跟大家讲大概就知道到底合不合理 假设我买的时候是一千万 那我贷款七百万 可是现在房价跌到只剩五百万 那我要不要继续缴房贷 不要嘛 所以现在愿意送房给人家的 就是这样子的问题嘛 因为他当时买在高点 结果现在房价大跌 他发现剩余的房贷比现在的市值 还要来得更高 他当然不想讲 所以才出现免费送房这种事情 好那当然中国媒体说 但是这个另外一个迹象就是说 这个中国很多地方的房地产泡沫 可能相当恶化 对那当然中国媒体自己的说法 这少数特例啦 不足为奇啊 没什么好讲的 可是真的是这样子的 没有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有美国的学者出来讲了 这个现象绝对不是只有少数现象 而且是在很多地方都发现了 而且这是有报的 没有报的其他更重要的问题 有没有 当然会有嘛 因为有些绝对是不能报的 所以当这种事情 尤其媒体一报 这种问题可能会越来越大 其实当年金融海啸在美国 其实就有类似的情况 就是房价大跌 后来最后我房贷不讲讲 就放后出 就出事情了 好那再看到 斯里兰卡本来是中国一带一路 要布局的一个很重要的点 结果现在当地的官员 现在对一件事情很感冒 什么事情呢 原本斯里兰卡的一个深水港 租给中国是99年 那这本来没有问题 结果99年才过了几年 居然又在家99年 这就有问题了 因为我们国际上 我们常常看到这种租月 常常都是定99年 因为虽然法律上没有规定 一定要租多久 但是大家通常觉得 如果租到100年以上 那就等于是割让给你的 所以通常就会定99年 可是你连续两个99年 就大有问题了 所以斯里兰卡的财政部长 就跳出来讲了说 政府乱搞嘛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 其实就是斯里兰卡前任的总统 先跟中国签了这个约 因为这样子就拿到了一笔钱 就后任的人上来 也想照样再搞一次 所以又再签了99年 那这样子下去还得了 那最后整个斯里兰卡 搞不好就都被中国的禁软了 好我们稍后回来